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严先生这句话好像是在告诉我 这场订婚礼背后有特别的意义 叶星成 怎么办 今天我那个朋友他肯定看到我了 怎么办啊 知道了 就 只是知道了 你现在需要做的 就是做好你的庄大小姐 其他的 交给我 今天每个人都跟你们都做了 是什么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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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个人都在这儿 啦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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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不可以陪陪我 等我睡着了 你才走 好 今天下午 正在储存舱门口的时候 我真的以为我不行了 抱歉 是我没准备好 和你有什么关系 是唐玲针对我 不过 唐玲是在怀疑我的身份吧 她会不会 已经发现我们的秘密了 我和你们第二设计师 林木番林总监 是相识很久的朋友 我很喜欢她的设计 我希望庄总能够把她调上来 我们三方亲自毁灭 应该没有 也是 如果她发现了的话 她应该就不会只是来公司求合作 也不会要求我打开家密门 幸好我今天 猜到了家密门的密码 也幸好我的角默是心 言行诚 你当初 是恨我的吧 拿出心言来救我 才会出现那么大的事故 最后她离开了 我活了下来 如果 她当时不来绝我的话 那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 也不用把眼角膜捐给我了 不考虑 曼妮 不是你的错 到处你会出事 也是因为你和新衍长得太像 车祸的生存几率 你也没有办法预估 至于你的眼睛 是我下的决定 给你做一致的 就是离开 我能不能留下 无法预估 新衍走了 我能不能留下 那你要好好活着 我会活着 一定会好好活着 我要帮欣妍完成她的意愿 还要帮你拿到你想要的东西 我们会一直在一起的 对吧 你当时说 以后会把一切真相都告诉我 对吧 我会告诉你的 但不是现在 为什么 你太累了 需要好好休息 给我一些时间 我把汤明和刘光的事情解决完 我会一件一件 慢慢说给你听 可是 实话 我听你的 好 喂 快睡吧 快睡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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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